我就直接淘汰 還好,我以為要當機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REMAKER 我們今天要來講說 怎麼用JJS要怎麼做一個滾動的 就是隨著你滾動 會有呈現不同的動畫 這種方式 那 關於我們就是說 我們最近才成立 然後在高雄 就是在高雄的附近活動 所以我們的簡報下面有擺一張高雄的地圖 對 那 目前成員有四個人 五個人 對 然後 還是 有在持續 就是 看有沒有喜歡REMAKER 的人可以加入我們 就是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 我們先看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用REMAKER 來做什麼東西 好 Command 叫S S 打錯了 S 好 然後 我們今天就是要做一個 就是滾動的動畫 然後就是 點下去 就是 你如果滾到 對應的地方那就會產生一個動畫 然後是用REMAKER這一次來做 那我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對 因為就是 主要就是要 目標族群 就是要 剛入門REMAKER 想要 一起玩REMAKER的人 然後 他們可能會對一些 就是功能 比較 比較好奇 就是想要達成某些功能 那我們就會去做 類似的功能 的範例出來 那 來看看我們的 就是 我們的 GitHub 那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放一些 翻例上去 所以如果 就是有興趣的話就可以來我們的 GitHub 然後在上面就會有我們的翻例 那你就可以點開 然後就可以看一些demo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要做這個東西 我要用REMAKER去做這個東西 要怎麼去做 好 那因為 我們會比較偏向於 有點像新手一樣的教學 所以我會 就是我會先 從 最開始開始講 就是REJS 他是怎麼來的 那他 能夠幫助我們做什麼 那REJS 其實是 Facebook 最早是從Facebook那邊出來 我記得是2013年 才出來的 那 隨著現在越來越夯 有很多的 這個叫什麼 前段的框架 那包含 Angular 包含 Vue啊 Backbone啊 等等之類的 那 我目前 的經驗讓我來覺得說 我覺得Angular E最好寫 可是效能最差 那 REA的話 他 越寫會越難 那入門門檻也會高一點 可是 他效能不錯 而且社群又比較大 所以就成為很多 工程師 就是前段工程師的選擇 對 那 我先講一下好了 就以前來說 我們要把資料 顯示到網頁上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可能會做一個Function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Count嘛 然後當我的 就是滑鼠 點了按鈕之後 然後去更新它 然後我就會做一個 我就會找到這個 我們瀏覽器上面的Element在哪裡 然後 把這個 Element的數字 就是把Count加1 然後再寫回Element上面去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 欸 就是 很傳統 很 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那可是 如果是照這種方式 在開發網頁上的話 可能會遇到 什麼問題 就是說 當我的資料越來越多 的時候 那 我可能網頁上有10個按鈕 他都要檢聽時間 那 按了某一個按鈕會修改資料 那修改完會通知其他的Function 那Function會修改DOWN 修改DOWN又會觸發監聽事件等等之類的 那這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會 整個都 做亂掉 所以 如果是遺跡網我們在用JQuery 在做開發的話 那通常 寫到後來都遇到這種邏輯上的問題 就是 你不知道說 說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被改 然後 他是被誰改了 然後 那為什麼你改他 他卻都 沒有照你的反應 預期這樣 那 那 Reviej.js的優點 有哪一些 就是說 第一個 我覺得 他有一個優點叫 原件化 那假設說 我今天 想 做了一個這個 原件 那 這個 這個原件呢 他 就叫user 那我就可以給他name是海門 那description就是 我的自己的介紹這樣 然後還可以給他src 哪一張圖 那把他放進來做 做成一個原件的樣子 那這個原件就可以被重複而利用 就不會像以前 我們如果用JQuery在做開發的時候 那就會常常 就是 重複的貼上一些程式嗎 那這些程式嗎 其實都 差不多的 或者是我們用Servor render的時候 那常常都會做一堆 地幅啊 然後其實都貼來貼去這樣 那這些 這些程式嗎就是 重複而且很難去維護他 到後來的時候會因為這些 程式嗎 造成一個邏輯上的很複雜 那 原件化可以幫我們什麼 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不用複製貼上 就是說這個可能我們一個原件裡面有很多個DIV 那我們就不用重複複製貼上 那些DIV 我們只要 做四個user的原件 然後給他不同的介紹 然後給他不同的description 不同的圖片 那就可以 在我們想要的panel上 就是印出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 re-edits的一個好處 然後 第二個我覺得好處就是 Virtual DOM 那很多人都會講說 Virtual DOM是什麼東西 講得很深入 然後講得 比較複雜一點 那對我來講 Virtual DOM就是說 我的資料 修改了 那我的畫面 會他會自己去 找到相對應要改的地方 去把它改掉 然後我們看 右邊這個範例就是說 現在我有一個資料叫 海門 那我現在把它改成 海綿的話 那 Re-edits在收到這個資料修改 的訊息之後 他就會去把畫面上 相對應的 元件做修改 那到時候他 我的元件就會變成海綿 這樣 然後 前端框架的滿意度 調查2016年 來說 Re-edits 的確是 就是比較高 比較多人使用 然後比較高 他是有一個來源都不是我亂寫的 然後 比起來 View是 比較少人用 可是 其實View 最近也是很紅 那 但是 Re-edits 會 比較多人想用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View只有一個人在維護 那Re-edits有 一家公司在維護 那 應該說Re-edits的社群在維護的 人數應該是比較多的 那 Angular1 Angular2 的話 2我不熟 那1我以前有用過 我覺得很好用 但是效能很差 所以1的話就是 很多人都選說 就是 不滿意 對對對 然後 如果你學Re-edits的話 出入就是可以當前段工程師嘛 那就可以在 找到很多前段工程師工作 好我知道這是多餘的 然後 要進 要開始我們今天的 教學之前就是 可能 要先安裝 NodeJS 那NodeJS就是 去他的 官方網站 就可以安裝了 然後你就點 像我 我會裝最新版的 對 8 因為7以後就可以用Async 對 然後 然後 啊 他跳掉了 有點不太想要再打開 如果重新用網頁開始 他可能會跑一下下 然後第二個就是 去把我們的上課的範例 去把我們的上課的範例 chrome下來 那我就來 做一個chrome的動作 這是 這是我們上課範例 那通常你在進去 那想要進入 NodeJS 的這個世界的話 可能會先挑一個 STAR KEY 那STAR KEY是什麼東西 STAR KEY就是 簡單說 NodeJS 它是有一個環 有一個環境在 就是你必須把你的東西用 會配個 打包起來 你才能用 那 你如果是 一開始要做這個環境的話 可能會很複雜 所以我們 就有做一個 就是簡單的STAR KEY 那這個STAR KEY就可以 就是讓你用最快速度 就是把這個環境建起來 然後就可以 開始學習做REATE 所以我們沒有放很多 奇怪套件 不是奇怪套件 就是放很多套件 像有的人可能會用REDAS 有人用MOBX 有人用什麼 那我們就是 它最小能 RUN起來的程度 去包這個套件 那怎麼使用這個套件呢 第一個你可以用 這裡去下載 就 download ZIP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會GIT的話 像我都是 我用打指令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GIT去把它 GIT去把它 clone下來 再來 Clone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準備上今天的課程了 因為下一張 下一個我們就會 下一個我們就會 打一些指令 就是教大家一些指令 然後怎麼去執行他這樣 那我剛剛已經做了第一個步驟 就是把它clone下來 那clone下來之後我們就會 把我們的目錄 切換到我們剛剛 下載下來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下載下來的 這個資料夾是 那我先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避免 之後我亂掉 那我們就進到我們資料夾裡面了 那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有安裝 NodeJS的話 那你就npm install 去安裝我們所要的強硬套件 那又或者是 你可以用YAR 就是YANG 那 YANG是一個 也是有一個 也是一個很新的套件管理 他是可以取代NPM的 然後就先 先去安裝我們的 就是這個 這個 範例所需要用到的所有套件包 那通常來說 YANG的安裝速度會比 NPM還快 那我實際上 測試的話 如果是NPM大概需要比較久的時間 那YANG真的是有比較快 那安裝完套件包之後 我們就可以NPM start來啟動 我們的 這個 就是第一個 範例 那他就會 用webpack 然後把我們程式碼包起來 然後去執行 執行出來 那如果正確執行 等一下就會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這個畫面 就表示說我們的 程式有跑起來 那在 在瀏覽器也跑出 This is homepage 那我們就完成 第一步了 那第二步就是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開始寫code了 那 如果你要寫瀏覽程式的話 我會推薦你是用atom 或是用 Vscode 或是用 Sub9之類的 就是比較 BlackKiss的這些 編輯器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編輯器是 Vscode Vscode 那Vscode有什麼優點 就是說 它可以安裝很多的 progging進來 那幫助你寫程式的時候會比較順一點 然後 第二個優點就是 還蠻潮的 就是我認識的人 本來用atom的 還有blackkitt都跳到Vscode了 而且 其實我用起來效能也蠻不錯的 所以 就是現在編輯程式都會採用這個Vscode 那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專案的結構 上課檔案的網址 稍等我一下 我去 我去找一下 然後 去把它貼在 來 我把它貼在那個 叫做 聊天上面 那這個是 Starky的 Starky就是 我要一步一步從零開始做的 那第二個 第二個網址就是 已經成品 做好的網址 對 然後再貼 我寫個DOWN 就是已經做好的 第一個就是還沒做的 然後第二個是已經做好的這樣 好 那我就回到 編輯程式 這裡面 那 我現在就是要介紹資料夾的結構 那 我們的程式會放在 SRC Container的 Home Home點 JS裡面 那如果你打開 這邊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這頁 This is Homepage 其實就是網頁上的 那個 This is Homepage那頁 啊 跑掉 跑到哪裡去了 這裡 對 所以當 當我們去追他做修改的時候 照理來說 Webpack會幫我們 自動 在畫面上 即時的去修改 那我先做個範例 那我 我加一個 H1 就是大 大標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他就會觸發一個 Render動作 那我這裡也會 跟著一起去 去做個轉變 那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他有這個功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放心的來寫Call了 那 接下來就是 因為我們要做成 滾動的動畫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 做些比較長的頁面 然後去讓他滾動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一些頁面出來 那今天會假設大家已經會一些基本的 就是READJS 其實也不能這樣假設 還是要手把手教 那我先做一個class 我先做一個DIV 那給他class name 是誰選 或是你想要任何class name 那 假設我這個頁面上會有四個頁面 好五個頁面好了 我就會先把 我就會先把頁面做出來 那就會打 就在上面放個 在裡面再放個DIV 寫個E 那這是第二頁 以此可以推 直接複製這裡 然後把它貼上 3 4 那 這邊就會變成12345 但是我要讓他 每頁的大小都要跟我的螢幕 就是一樣大 所以我要做一些CSS的處理 那 我們就可以開home.list 那list是什麼 list就是 就是 程式化的CSS 就是說我們原本都寫CSS的時候 缺乏一些很不錯用功能 那list都幫我們去做到 例如說 那我們也可以也是可以在裡面直接做 那個 做CSS的事情 那我現在就是要加一個 home page 那list 那list好用的地方就是說 以往我們在寫這裡面的Session 是這樣寫 對 那如果我們用list 去做預處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在括號裡面 去 去指向我們強要的class 那這樣的話會比較簡單 去 去入門 那 我先給他個high 那我給他100%的螢幕高度 A100vh就是我們的螢幕高度 那with就是給他 100% 然後 然後 Background 是 給個 灰色 對 然後 因為裡面的東西我想要讓它垂直直中 那我就用到flashboss這個東西 那flashboss這個東西是CSS 裡面的一個排版的 排版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再多去了解一下 Faceboss 這個東西 當然這篇文章 不是我寫的 但是他會教你 說怎麼去排 怎麼去用flashboss做CSS的排版 那如果用flashboss去做排版的話 應該是會比較順一點 就是不會 不會少遇到很多問題 例如垂直直中 水平直中 那我現在是做水平直中 然後 然後 現在是做垂直直中 那當我設定完之後 我再來看看 我剛剛 頁面有沒有對 我的1就在中間了 而且 有5頁 長長的5頁 這樣看到 雖然字有點小 字小的話 把它做大一點好了 那 Session裡面的 我可以指定說Session裡面的所有的地圖 它的字都 都要變大 40p 好 那我來看看有沒有變 有 1就變很大了 2 3 好 那接下來我就是要介紹 怎麼做成 做剛剛的滾動動畫 那 RireJS 基本上來說 就是一個 Library 很多的地方 那 主要就是怕 大家重複做車輪 因為我知道大家 有人 就是實力會比較厲害 所以他會 想到說可以去 監聽滾動啊 然後加入 CSS啊 然後去做那些 動畫 可是 就是像 我在做RireJS的時候 我就會去 就是會去找一些 套件 那套件可以幫助我們 比較快的去 就是 比較快去 達成 達成這個目的呀 那當然套件 有的套件好 啊有的套件 不好 對 這也是要看個人 可是 至少比 你什麼都沒有 然後用手刻 我覺得還方便 跟快速很多 這是RireJS的一個優點 就是說你去 上網去找他套件 其實還蠻好找得到的 因為只要有寫 通常都會在 有寫那個RireJS的 套件出來 這樣 那我今天就是要用 這個 Reanimation OnScore 這個套件 來達成 我們事情 那介紹一下 他這個套件就是 他有幫你做成一個component 那你只要把這個component 包住你想要的東西 滾動到的時候就會達成那個效果 對 那還可以設定 進去的動畫跟出去的動畫 那 我就 事不宜遲 我就馬上把它裝進去 好 好 那他這個套件使用方式 第一步就是 你要在那個 Terminal這邊 在你的這個 Terminal上面去安裝他 然後 裝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在你的 JS檔去 import他進來 假設我裝進來了 但是我還是要去copy他的 範例來用 找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他的 Example 或者是我去看一下我的Example 但是如果我自己看我的Example 就太low了 好 剛好有一個Example 然後就可以把它 貼進來 那 接著我們就在上面 去 把Input進來 那Input進來之後 假設我想要讓 二 這個東西 去做 滾到他的時候 去做一個 出來的效果 我們可以打長一點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他的這個component 把我們想要的東西包起來 那裏A.js 大部分的套件 使用 的 就是使用上來說 都是 大同小異 不會太難 就是你把Input進來 那 設定好 一些 閃述之後 他就可以動了 那我們來看看 他有沒有 照著我的想法動 其實有 但是 但是有沒有發現 他是直接 彈出來 就是我 我到的時候 直接秀出來 有沒有看到 直接 變二 直接 變出來 這樣就沒有 慢慢浮出來的樣子 那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去 裝 他 他 他要 depends on一個 animate.css 那我必須要 去安裝這個css 進去 對 那我就再去把它裝上去 然後 通常 你在用 vajs的套件的時候 他都會 有一些說明 所以 你可以很簡單看這個這個說明 就上手了 對 那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把它 一樣在這邊再繼續貼進來 test 那 這個應該是不用用 no module 好 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要用single code 那 如果我沒有照這個是 再來就是講一下我們的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STARKEY有一個優點 就是如果你的 coding style 你寫程式的方式 沒有照著 AMBNB的方式來做的話 那他就會 跳錯 那你 你的 畫面就會 像這樣 我就 我的網頁就會壞掉 然後跟你說 哪裡 你哪裡寫程式寫不好 那你就可以 藉由這個 他給你的資訊 然後慢慢的 就是 增進自己 寫程式的coding style 然後跟就會 比較有統一性 這樣 就不會 這邊用雙1號 那邊用單1號 那這邊用分號 那邊不用分號之類的 因為他有幫你強制規定一個 你的入口在裡面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的這個 這個package 他有的這個優點 好 然後 然後 好 我現在就是要把他這個修理掉 那這樣他就會過 好 那他現在 過了之後他就可以正常Render 跑出來 有嗎 重新整理 有 他有慢慢的修出來 有沒有 他有沒有 浮的比較 就是浮的就是有那個效果出來了 但是 我覺得他好像浮的有點慢 那我就把他再 調的 就是浮太快所以 感覺不出來他好像有動畫樣子 然後就把他調快 調慢一點 然後記得他還有一些 參數可以用 就是像 Delay 跟Duration Duration 那我就來調調看他的Duration 像這種 參數 通常都是用Probs的方式傳進去 那Probs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這個後面可以設定很多參數 就是如果你今天做個元件給元用 那 別人就會透過像這樣 在元件上 Probs帶參數的 方式 然後把東西傳到你的 元件裡面去 這樣 那我先做個5秒好了 好有了有了有了 那 這樣你就可以做到 這個效果 對 然後 好 那 這樣就是我們的一個 簡單的Demo 那 我覺得 希望 就是 就是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Demo 然後就會 覺得 RiA好好用喔 然後 就會可能會稍微 對RiA產生興趣 然後 我們的一個Demo 其實 時間都很短 那 主要就是想要讓大家 就是 看著這個Demo 覺得喔 原來RiA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不用花很多時間 那只要 動動手指 打 打沒有多少字 你就可以做到這些功能 之類的 然後借此來 喜歡上 就是RiA 類似 這樣 那 如果 你覺得 有興趣的話 對 你就可以 追蹤我們的Facebook 的粉絲團 跟我們的 GitHub 的那個 Repository 組織 那我們的Facebook 粉絲團 就是 Facebook.com 然後斜線 RiA Maker 對 那就會到我們Facebook的粉絲團 那 那 就是 不要忘了幫我們按個讚 因為現在好像 只有300個讚 希望可以有多一點人進來按讚 然後 我們的GitHub GitHub的 我們GitHub的 也是有一個 RiA Maker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來 就是偶爾來看看 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 放新的 有新的Repository 之類的 我們就會把它放在上面 跟大家分享 這樣 好 我今天就 差不多介紹到這邊 對 那 不知道大家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提出來 喔 Q&A時間到了 網址 我貼一下 然後 GitHub的網址 OK 那就是 不要忘了追蹤我們 嗯 那好 想問幾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關於 剛剛有說 用到LEST 去開發 這個 CSS的部分 然後這個 Wavepack的Hari 他都已經幫你 幫到好了 那 如果你要用 你要用LEST去開發的話 你其實要做一個 前處理 那 其實我們已經在我們的 Wavepack的config裡面 去幫你 做好這件事情了 就是說 你不用再自己去寫對 因為其實如果你自己 從零開始接觸 你第一步 就是要去做Wavepack這件事情 那你可能會去 為了要使用LEST 然後你就去 用了什麼LEST 然後 就是弄得 自己很煩躁啊 因為這些 可能你就要自己去串 自己去寫 但是我們已經幫你把 就是config 包在裡面了 對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下來 就可以直接用了 嗯 那 我想問的是說 你剛剛有講到LEST 是 Present 去做的嘛 那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PostCSS 是後面去做的 那 我剛剛看你LEST 裡面有 放了一個 PostLoader 然後 剛剛有提到說LEST 是Present 下去做 那這樣子 是 就是它兩者都有做 有有有 我的轉換的方式 是這樣的 第一步我先把LEST 轉換成 CSS 然後我先 做個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順便開個 想說我要開 我要開一個這個 然後我就可以寫字在上面 對 我想說我開個這個白板寫字 就是我本來是用ES 是嗎 喔好醜喔 哈哈哈哈 那 它會變成 CSS 好意思喔 對 那可是 因為CSS 的話 有一些不是要加上 就像我是如果是Flashblast的話 要加上那個 就是不同瀏覽器的前綴詞 像是微軟子 就是撿 MO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Mozilla 是撿MO 然後 那個 Chrome要撿WebKey 這些前綴詞 那 這樣 的話我就必須要透過 PostCSS來幫我做 好 PostCSS 我寫不出來 這個筆到底是誰做的啊 好 簡單來說它就是PostCSS 幫我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動作完成也是在WebKey那邊 像你剛剛Demo的那一支 就是做到這邊 它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 有下往上 就是我第一個Loader進來 其實是 LongListLoader 然後把它轉成 CSS 然後CSS 用PostCSS 去 去做處理 PostCSS 在做什麼 它會有一個檔案 PostCSS 他來幫我們做這個Auto Prefixer的處理這樣 哦 因為它是從油下往上 對 然後Auto Prefixer 做完之後加完前綴詞 之後 那再來 再來就是用我們的那個ModuleLoader 那其實有一些東西就用不到 然後最後再用StyleLoader 最後才 嘿 謝謝海門搭檔 OK 看其他搭檔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的 或者是在開發上什麼問題 好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就是剛剛有講說用那個Starkey它有 歷史跟Post的都已經設好了 PostCSS都設定 是 那我們 因為我對Webpack 可能就是 沒有到很熟 所以 我們到底要不要學 就是 像寫這些設定 我們到底要不要學 對 我覺得前期 這個設定 我可能也是跟你說 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 我要去參考一下網路的 對 因為我們現在工作上也是直接用 建好的 也是像類似這樣的Style 去做 對 OKOK好 那這樣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好了 好 就是關於說那個Import跟Require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會寫Isomorphic 就是想說都用 同一個Style 那 可是Note它是不是 它永遠不支援Import 除非你用什麼 Fable Regist 那種去 去用 才能 用Import 這件事情 那 可是好像說用 那個東西的話 在Note 的部分效能也會不好 那可是有很多元件 它又支援的是用Import去寫 那 這樣就造成 有時候就是在開發上有 Note它希望你用Require 但是很多套件它又是用Import 那這樣子會 你們都怎麼做這方面的Tuning呢 我覺得還是用Import就可以了 喔 所以還是會打一個Bebel Bebel 什麼Register上去這樣子 Bebel Register 我記得好像是不用用Bebel Register 它就能做好 不過 這個問題就要問專業的Andy 要怎麼解這個問題 我看一下Andy有沒有在線上 好Andy好像沒有現在沒有在 對 我記得我是沒有特地去加上Bebel Register 因為 Import 不過 我們團隊都是用Import比較多 那 因為Webplay的Config 不能用Import 所以只能用Require去做 那其實進去 SRC之後你就會看不到Require 因為全部都是用Import跟Export來做 就維持一個 統一性 這樣 喔 OK Andy在啊 他說他只要裝飾ing 那 所以說像剛剛那個Webpack 就是用Require 那 就是提到說他還是用Import這樣子 對 因為設定檔的話 他還沒有進到Bebel裡面轉過 所以他只能用Require 那 所以我們就 把它放在 專案的資料夾的外面有個config 對 那 如果是專案裡面的 的東西就是會維持 一個完整性 那ESLint就會去掃 SRC資料夾裡面的東西 那就會去找有沒有 不是你這個 CodingStyle的東西 Package 這樣 我記得ESLint 有啊 我們的ESLint是只掃SRC裡面 就少說你沒有通用Require 你 對 所以說這個ESLint 你們不是用 那個VSCode 那個Package 是用這個 那個一個Package 你本身 你本身你的Normarjo 裡面就要裝ESLint 就是 如果你要 你要 你要在這裡 直接用的話 你就是Normarjo裡面 就是要裝ESLint 相關 然後 打開之後 VSCode好像就會自動 抓你的設定 然後把那個弄上去 就是把ESLint的 淘上去 在 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對 他會跟你說哪裡有錯 這樣 那 不要看設定 不要看這個 他就會說 這樣 那如果你沒有在你的Normarjo裝的話 他到時候 Output這裡會 跑錯誤出來 那你就 沒有辦法在VSCode裡面 用他的ESLint 那你們這邊還有一個 Config是AMBMB的部分 OK 這樣懂 因為我 我以為之前就是 在開發過程中直接把那個 Blogin 他有很多Blogin 那有一個是ESLint 我有裝那個就好了 我沒有 因為 裝這個只是 告訴 VSCode說 欸 我如果 我的專案資料角有ESLint的 相關的規則或是 指令你要幫我去掃它 但是其實 就是 就是如果 我的這個專案資料夾裡面沒有去安裝 EESLint相關的東西的話 它是會跳錯誤出來的 對 所以這個 這個要 配合那個 Plogin 去安裝 對 那個Plogin只是配合你的規則 讓你可以直接 就是顯示在上面 譬如說 我後面打幾個空白 他就會跳錯誤 他要及時幫你抓到 然後 然後你不用再去打一次什麼 NPM Run Lint 然後去 去執行他 不用 他就 當你馬上就抓到這樣 但是 你剛剛那個 後面的設定是在跑 那個 Compiler的時候 他在幫你做一次檢查 這樣子 喔 那邊是如果你的Lint沒有過 那你的網頁就跑不出來 那到時候我的 我的網頁應該就會 跑不出來 對 那其實 這個可以拔掉 因為但是 我們現在團隊都有強制的去使用這個 就是 因為有的人可能會想說 啊這邊先輕鬆一點啊 之後就 之後我再回來改就好 但是其實沒有人會回來改 所以就 一開始就很強硬的要求 你只要 打錯那個規則的話 就是直接 彈錯出來 就強迫你 你要改他這樣 OKOK 對對對 好 那這樣子 我這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看其他大大有沒有問題囉 不好意思 那個我想再問一下 就是說 剛剛講到 Incode跟Requare 但是就是 可不可以 請大大就是稍微解釋一下這兩個差別 因為我自己在劍的時候就是有時候 也會這兩個都會用到 然後 就是對啊我要可能要引入 用一個套件然後需要引入他的一些資源 一些樣式表 或是什麼的 類似這樣子 他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根本就沒有差別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在做一個JS 那這個Test的JS 我去Export一個東西出來 那其實就是我 Module.Export 那假設我有一個Const 就是假設我自己是做一個這種事情 Export Default A 那我到時候我想要 import這個 我想要import剛剛寫的這個A進來 這樣就會 把A import進來了 那我如果 現在想要讓D的這個 顯示我的A 那他等一下應該就會 變 A就是死了 那如果我今天要改個寫法 我想要改require的話 我不知道我的我現在設定能不能 讓我那個 能不能讓我寫require Export Module. 然後我點 如果我用require我可能就是要用這樣的寫法去寫 那 這邊就是變成 Const require 這個 這個 Test 點 This 照理來說 他會談一個錯誤 希望我放上面一點 那我現在去把A改 看看 看我那邊會不會去修改他 有 修改 就是我的 我覺得 就是一樣的事情 只是看你的寫法 對 就是如果我要用require的話 我也可以 用 Module.is Post的方式 那我也可以用 那個import的方式去做 但是我覺得 其實都是一樣 對只是看你個人寫法 但是我們團隊來說 就是 只要是裡面的程式都是用import來寫 這樣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有有有謝謝 對對好 有import看起來比較 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沒有等號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舒服 對 對啊 好OK謝謝謝謝 謝謝 好 那 還有其他大大有問題嗎 喔 我不好意思我想呼應一下 剛剛Poro跟建倫大家 提到的東西就是 因為你們剛剛你們這邊提到是前端的部分 那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稍微問一下關於 後端import的 我個人的困擾 就是 像我後端 現在都是用require 可是 比較像是Poro 講到的問題是 後端有一些包 有些library 它用的是import 那我又不 如果說我不打算採用 barbell 因為後端barbell的話 它就是 整個內盒把它包起來 然後 變成說它的這個 速度會減慢 當然我聽說會減慢至2分之2 這樣子 那 這個如果再不想要 就是 失去它原有的那個原生 原有的速度 情況之下 不知道這個解法 要怎麼做 我目前 目前我的經驗 我開發後端 就是沒有在做barbell 再轉過一次 我就直接用require進來就好了 喔那就是說 如果其他的 那就是 require的library 它本身 就是用import的話 喔竟然還有這種 library 好像沒有用到 這麼奇怪的library過 就是有些library 它就是 你import的 它就是用import來寫 了解了解 那它應該會有一個dist吧 就是 它應該會有一個轉換過點命 所以我是在猜說剛剛Polo提到的那個barbell regester 講的就是後端的部分 就是說 為了要因應 呃 就是其他的library 是採用了import這個東西 而如果我們自己只是純粹用require 不知道是不是能夠 兼容 我的印象是不能這樣子 是 因為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某一些套件 像是 awssdk 之類的 它本來原來原來的src資料夾是用import去寫的 然後不知道 會不會它有一個dist的資料夾 其實 它有把它轉成require的方式 不過 我好像還沒有用到這種奇怪的套件 對不對 通常都是require進來就能用 像express 然後express的session啊 mong 還有mongodb相關的東西 好像都正常這樣 呃 對對對 我目前 呃 用express啊 或是coi啊 呃 好像都 都是 可可以 但是就是好像 印象中好像有一些是 是它會要求你 就是 也要 也要轉 就是要轉成require出來 什麼的 對對對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以為說可能 會不會是 呃 大家都是用了barbell node 然後所以 在跑的時候大家用barbell來跑它 所以就沒有沒有那個困擾 那個有試過 可是感覺上來說 好像是會降低效能的一個東西 對對對對對對對 好 如果這個問題 就又不想欺負它這樣子 對我可能就沒有辦法 告訴你正確答案了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偏前端的工程師 是是是 沒問題沒問題 我想說 就是 順便問一下 大家看看就是在座的大大人可能有沒有相關的經驗這樣子 可以順便分享一下 有別 好 那 應該是 差不多了吧 謝謝 謝謝 海文大 那我們先把大科風打開來幫海文大大鼓掌一下好不好 謝謝海文大大鼓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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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